人 无宿命同 不知道过去造作的善恶 他才敢一味造恶 自私自利 起心动念 选人 离己 现在都是这种念头 也就是古人讲的人心坏了 坏在什么地方只是自私自利 不肯利益人 能在自私自利里面 发的那么多心去利益人 已经很难得了 我们的确见过不少 只有自利没有利益人 这种念头不善 这种是好恶的念头 来生的古部是三图 但是 他不相信有来生 他不相信轮回 他不相信有过去 让他知道了 就来不及了 所以人果教育 在现代社会比什么都重要 说老实话 人真相信人果 他会欢喜接受伦理道德教育 不相信他不相信 不相信因果 对伦理道德教育 他很冷漠 他认为 他们对自己都有伤害 伤害什么呢 伤害自己的欲望 伤害自己的贪婪 于是他就不会接受 在这个乱世 我总觉得佛菩萨慈悲 祖宗慈悲 鬼神慈悲 这几年来 我们在很多地方 见到附体 附体里头有真有假 要善于辨别 有真的 透露的信息 就不是假的 前年有一本书出来 是附体透露的信息 海撒军团 侵略中国 2100年前的事 那件事情 没有人知道 他们秘密来中国 结果以后在中国 全军覆没 都死在中国 那些鬼魂到现在还在 还没离开 他们将这个信息透出来 那本书是高先生写的 他是无神论 他去采访很多次 发现不是人篇的 没有人能说得出来 他去查证 因为他们说的是罗马话 他找外语学校的老师来看 隔壁 隔壁 是不是真的罗马话 三千年前的罗马话 和现代人不一样 古罗马的预言 证明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他将这些故事写出来 写成一本书 《海撒军团》 《东征中国之谜》 我称这本书叫 《可以相信的鬼话》 从鬼附身出来的可以相信 那些东西如果多多整理出来 那些可以相信的鬼话看多了 人就会相信因果报应 要细心去审查 有好处无坏处 绝对不是迷信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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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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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